2018年10月,著名音乐人袁维仁在上海因意外跌倒导致脑溢血,入院昏迷,还查出患有脑瘤 经过治疗后,袁维仁切除了脑瘤回到台东老家调理身体 原本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尽管袁维仁因为大病而身体暴瘦,但显然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但没想到2020年他又在家中撞到头,还一度陷入昏迷状态再次住进了加护病房 好在有二姐无微不至的照顾,袁维仁长得胖了一些 但由于他脑部受伤坐不起身只能卧床休息 眼睛虽然可以张开却无法认人医生判断他的状态属于无意识 也就是植物人 台媒在一月份报道该消息后,亲友们都期盼着能够有奇迹让他重新恢复 然而就在今日9月29日,知名主持人陈文倩却在社交软件以整理一照为主题 在当中放上了自己与袁维仁过去一起主持节目的合照 并在配文中写道 旁边的小胖走了 很多网友看到了都非常震惊地评论道 天啊,我不知道他走了 台媒就袁维仁去世的消息求证了他的前妻陆元祺 他回应称 吓到我了,真的吗? 可见他对袁维仁去世的消息也毫不知情 此后,台媒又联系上了资助过小胖的演艺圈人士询问小胖二姐 他透露袁维仁没事 陆元祺还让儿子与姑姑通话 确认了爸爸很好后子女情绪才平复 袁维仁与前妻陆元祺育有一子一女,她成为植物人之后 不久前,妻还曾分享了一段多年前她跟女儿互动的视频 写下了一些颇有感慨的话 表示女儿现在很想爸爸 一大早就起床到书房 给自己看了好几个她跟爸爸一起拍摄的照片 但今日对于袁维仁去世的传闻 陆元祺却表示自己真的不知道 不清楚情况 好友姬宝如说 两周前才跟小胖的姐姐通过电话 感觉小胖老师目前就是那个情况 他之后会再去询问 他表示可能是文倩搞错了 稍后姬宝如曝光 袁维仁最新病况 一切安好 一直在睡 看来陈文倩的发文只是虚惊一场 袁维仁如今虽然不幸成为植物人 但外界都希望他能够清醒 才皇横溢的袁维仁如今却只能躺在病床 的确令人唏嘘 希望袁维仁能够早日康复平平安安 袁维仁曾经写过很多经典的歌曲 无论他生病与否 这些经典作品都会被永久传唱下去 他的才华也会被听众铭记在心